大哥,你读舞台三十年了,怎么还不给我找个大嫂啊?嘻嘻嘻 哎,二弟,想当年,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在一个垃圾桶旁捡到你 为了照顾你,我放弃了多少 就连我的初恋,看我带了一个脱油瓶,跟着一个暗黑剑士走了 哥哥,我错了 哥哥,为了我牺牲了这么多,我要帮哥哥找个女朋友 于是,江小江来到了江城路 各位哥哥,姐姐好,我叫江小江,我是僵尸王国的,王国翻斗花园的 小朋友这么小就来找对象吗? 我是帮哥哥找女朋友的,我哥哥为了照顾我 单身三十年了 太老了,我不喜欢 我也是 现场的女嘉宾大多灭了灯,只剩下一位女嘉宾还在犹豫 小朋友,你要是能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做你哥哥的女朋友 什么要求? 只要你哥哥能拿到可永保青春的水晶萝卜,我就答应你 画面一转,兄弟二人来到了水晶萝卜所在地 然而要想拿到水晶萝卜,就要先打败看守他的四位守护者 分别是火龙加农炮,九头蛇王,混是小黄龙,以及吞是磨铁 大家觉得小江和他哥哥能成功获得水晶萝卜吗? 觉得行的扣一,不行的扣二 第一位守卫火龙加农炮出场了 只见火龙炮分裂出三个小加农炮 兄弟二人能成功通过第一关吗? 经过一番激战 兄弟二人成功打败了火龙加农炮 紧接着,九头蛇王下场了 面对兄弟二人的攻击 九头蛇王采用放风筝战术,不断消耗血量 面对狡猾的九头蛇王,兄弟俩危险了 只要屏幕前的伙伴长按点赞两秒 就能帮兄弟增加50点血量 伙伴们,我和哥哥能不能通过这关,就看你们了 九头蛇王无路可退了 兄弟二人最后成功打败了九头蛇王 接着混是小黄龙下场了 伙伴们听说输入杂机能帮兄弟增加伤害 而输入咬机能提高小黄龙防御哦 面对凶猛的小黄龙,兄弟两块支撑不住了 最后,兄弟险胜小黄龙 最后吞噬魔切下场了 面对有着小推车称号的魔切 兄弟俩还能胜密吗 听说输入着装,能帮兄弟进化变得更强优 经过一番苦战 成功打败的吞噬魔切获得了水晶萝卜 小江如愿以偿帮哥哥找到的女朋友 小江如愿